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獲得的一封法國公司寄給美國能源部的信件 希望獲得美國政府的許可 向中國分享美國的相關技術支持 以解決廣東台山核電站的問題 CNN披露 由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和法國電力公司 合資建設和營運的台山核電廠 出現墮氣外洩事故 法國投資方向美國能源部提交的一份技術球員報告中警告 台山核電廠有可能發生立即的輻射威脅 美國政府過去一周 一直是評估這份關於中國核電站洩漏的報告 文件還顯示 法國法馬通公司之所以向美國政府尋求幫助 主要是因為中共當局 放寬了台山核電廠外的輻射檢測合格標準 以避免關廠 根據消息人士的說法 儘管法國公司法馬通發出了這封令人震驚的通知 但拜登政府認為 這項設施暫時沒有處於危險水平 外界認為 外國公司跳過中共當局 直接向美國政府尋求幫助 是一項不尋常的舉動 原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表示 中共現在處於風口浪尖 全世界都在聲討疫情追責 中共當局當然避免再有新的批評出現 另外廣東此刻迫切需要電能 必須保證台山兩台機組運行提供電力 修生前這樣的情況 還有輪流供電這樣的電力管制措施 都已經出現了 在目前的情況下 這個保證這個能源電力供應 它還是有這種強烈需要 尤其是廣東是經濟大省 據報導台山核電廠 是全球第一個採用法國科技的 歐洲壓水式反應爐核電廠 2016年4月 法國核安全局 發現台山核電廠的承建商 法國阿海法公司 使用的反應爐壓力容器不合格 容器頂蓋及底部的碳含量達到0.3% 大幅超出法定標準36% 使用器人性不足 在承受極高溫度及壓力時 容易翠裂導致核洩漏 2018年6月 中共國家核安全局證實 台山核電站1號機組的壓力容器頂蓋 存在碳含量超標的問題 是一個很可能造成炒炸的問題 法國電力集團證實 台山核電廠1號反應爐冷卻系統 一回路中 某些惰性氣體的濃度增加 法國核反應爐廠商 法馬通14號表示 正在努力解決該核電廠的效能問題 中國廣核集團 台山核電合營公司對外宣稱 連續監測環境數據顯示 台山核電站及周邊環境指標正常 不過並沒有提到 核電廠是否發生任何洩漏或事故 早在2016年 關注核電廠發展的公共專業聯盟 政策召集人、工程師黎廣德 就曾提出台山核電廠的隱憂 他表示 擁有兩台全球最大單機容量 175萬千瓦的核電機組 採用尚未有成功經驗的 法國第三代核電技術 安全監管存在黑箱作業 台山核電站所裝載的核輻射燃料量 是福島核電站3倍 一旦發生大規模核洩漏 細波及附近7,000平方公里範圍 影響包括香港在內的 餘5,000萬人口